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这期呢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用我们的彩虹橡皮筋 编织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这样一个像小花一样的装饰物 也是一个小画件 做这个呢是超级简单 我们只需要的是我们的非常多的一点的 大概20个30个座的一个彩色橡皮筋 同时呢还是需要我们的小型的S型勾 通过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呢 就可以做出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 像一个毛绒玩具一样的一个小挂件 非常的可爱 可以放在我们的笔头上做一个笔头一个装饰 或者呢是放在你的钥匙串上钥匙链上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地方随便你发挥你的想象 首先呢我们是需要用到我们的S型勾 这个第一步挂上一个我们的一个橡皮筋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了我们的钩针 然后在我们的橡皮筋的这么一个堆里面呢 去给它收集尽可能多的橡皮筋 随便你怎么去收集 只要能在我们的钩针上尽可能的多挂上橡皮筋 就可以完成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按照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一个规律 去把它收集起来 或者呢你也可以按照一个随机的一个颜色 去把它给它放在一块都是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这里呢有一个小花呢就是完全是按照一个蓝色 或者是完全都是粉色和黄色相间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我们刚刚那个做上绑上S型勾的一边 然后把它全都绕进我们的皮筋上 然后从我们的皮筋所有的皮筋当中穿出刚刚那一根浅蓝色的皮筋 逛在自己的手上 然后呢把它连在我们的S型勾上 所有的呢然后进行一个小好的整理 我们的小的毛绒 我们的小的毛绒 呃 仿毛绒的一个彩虹皮筋的一个挂件就做好啦 你可以呢用我们的笔把它插到中间 这样的话呢它就已经把它固定在这里 也可以像我这样用两个呢把它揣在一块 特别的好玩 特别的有趣 嗯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想法呢 或者是也想去按照我们这个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点子来勾我们这个勾针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点个大目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意见与建议 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你就有推送啦 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愉快 玩得开心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